犯例是从那个雅虎股市来的 所以当然不一定是雅虎股市 我是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假设你要从网路上捞资料 那类似像这种从雅虎里面的雅虎股市里面 其实它有大量的 可能是当天的一些 比如当日行情 当日行情里面又分成很多种类型 比如说有食品 有水泥 有食品 这边总共有34种 这个是什么 集中市场当日行情 然后还有什么上市还有上柜的 像那个柜台买卖市场 也有这些 还有像电子产业行情 那每一个点击进去的话 基本上都有这些 一个什么呢 一个表格 那这个表格实际上它的来源 其实各位可以观察一下 它一定是用的是PHP 那这个PHP呢 它后面有个参数 问号 基本上后面这个是已经帮你decode 就是应该是水泥 它只是说把水泥把它编码成 UIL上面可以的一个编码方式 然后呢 再把这个后面 问号后面加的是一个参数 就把这个参数呢 丢给哪里呢 丢给PHP 就是PHP 它是在伺服器端 就是网站制服器上面的一个什么称式 它接收到之后的话呢 再利用PHP 不过PHP后面基本上配合的大部分都像什么 MySQL PHP跟MySQL 基本上 基本上是最 算是什么 最match的一个partner 所以后面可能会到MySQL 这个MySQL是资料库 它去MySQL里面就捞什么 捞那个水泥里面的所有的资料 包含这些栏位一直到这些啦 然后呢 捞到之后呢 再丢给PHP PHP再把它怎么样 把这个东西输出 OK 大概 所以未来你们要了解如何从网路上捞资料 恐怕最好还是需要会一些动态网页的相关的观念 动态网页其实 最重要的就是跟资料库连接啦 它动态的去捞取资料 所以每一次捞到的结果都不尽相同 比如今天的跟明天的 或者是这一秒跟下一秒 其实它捞到的资料会因为资料库来的来源不同 而会有不同的结果嘛 OK 那这个是属于动态的资料 OK 另外如果说它后面是点HTML 那就是静态资料 因为这个资料基本上它不会变 HTML是静态网页 那如果后面是PHP 或者是还有比较热门的像什么JSP JSP的话呢 它后面可能用Oracle 或者是什么ASPX 这个后面可能是用那个 那个微软的MS SQL 那捞到资料之后呢 丢到这边来 那丢到这边来 实际上就是我 假设啦 我们今天是需要怎么样 透过VBA去捞取它 因为我不知道说这个MySQL里面的资料 权限我没有 但是我可以从网路上捞到这个资料 的时候呢 那我有什么方式呢 可以直接用Excel VBA 自动帮我怎么样 自动去捞它 那捞它的话呢 特别注意啊 在那个Excel里面 基本上呢 你开启Excel里面 我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如果你要捞那个资料的话 基本上 它会有一个在哪里呢 资料里面呢 资料里面呢 有个叫从Web 也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在 假如说你没有 其他更好的方式的话 其实你可以从Web 去捞取那个资料 所以呢 从Web它提供一个 很棒的功能 就是说 假如你今天要去捞取 网路上的资料 你就可以直接 从这个资料里面的 从Web这个功能 那实际上背后 当然也可以 你假如说 你想要知道说 这里面程式怎么撰写的话 如果你不会写 没关系 跟我们前面一样 可以用录制聚集的方式 产生之后 你再去修改什么呢 给它的这个网址 反正你动态丢一些网址给它 它就会自动帮你去捞资料 那基本上呢 这个资料从Web 它主要你要提供给它一个网址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你要哪一个table 所谓的table就表格 那那个在网路上面 它叫Web table Web table呢 它的顺序 比如说在这个网页里面 有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反正有很多个web table 那它会问你说 那你请问一下 你要的是哪一个table 你要告诉我 那它就会帮你把那个web table 第几个 所以后面是一个数字 帮你抓下来 抓下来之后的话呢 它会问你说 那你要放哪里 通常是放A1 成这个cycle 那假如说你有 我们刚刚养户股市有34类好了 如果你要把这34类全部抓下来的话 那基本上你就把这个cycle 再加上新增工作表 给它一个新的名称 有没有 然后把资料 汇下来之后 再新增一个工作表 换下一个 那不就是形成一个循环 可以批次的帮我们把网路上面的资料 当然你就要给它一个清单 一样给它一个清单 它就会帮你把那些 所有你要的资料 全部都下得下 OK 所以我把这个流程 稍微弄一下 这个资料从未来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捞什么 捞这个 这个里面的这个table的话 你就把它复制一下 这个网址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边来 贴上 记得按一个到就可以了 然后它会出现这个 那要不要试好了 OK 确定 这个时候呢 基本上 它就会帮你把什么 刚刚的网页 不过刚刚是在Chrome里面 对不对 在Google浏览教 特别注意 资料 这个从web 这个里面 实际上 它也是一个浏览器 它只是 把IE浏览器 直接当成一个物件 迁入到这个画面里面 所以特别注意 这里面可能会有个问题 这个不是用Chrome 浏览器 它因为微软的 所以它会用IE浏览器 所以这里面的话 实际上就是帮你把IE浏览器 拿来这边使用 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它这边会有 这个箭头 其实这个箭头意思就是说 我刚刚讲的 这里面有很多个web table 其实这边就是一个table 只是说它这个table 没有颜色的 那这个主要是做排版用的啦 所以当然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 第八第九 假设你要这个对不对 那你可以怎么做呢 告诉它说 我要这个web table 其他不要 这个时候你告诉它了 那基本上 假如我们算一下第九个嘛 应该没错了 我们这个呢 可以按下贿入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 我用querytable 去网路上捞资料 捞下来告诉它第九个 然后按贿入 它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 你要放在哪一个地方啊 那就放A1 我可以按确定 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 它就会帮我怎么样 基本上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它就会帮我把 这个网页给抓下来了 不过你会发现 抓到的结果 很奇怪 有没有发现 什么什么都没有 我不是要那个表格吗 可是问题 你怎么给我 好像怪怪的东西 我本来应该是什么 我本来应该是 下面这个table 结果你给我什么 给我的是 它上面 有没有发现 这边有个取消全部 有没有 还有一个资料 所以可见的 它这边有 躲了一个隐藏的一个table 它这个主要是 保护啦 就是让你没办法抓资料 所以如果说 你要怎么样 破解它 基本上在一般状况 是不会需要破解 不过雅虎股市刚好 之前有同学问到说 它用正常的方法都可以贿赂 可是为什么雅虎股市不行呢 然后后来我就讲了几个方法 第一个 因为它里面 又会用JavaScript保护 不过后来我本来是前面的教学 有用到 关闭JavaScript 不过后来发现 那个方法好像比较麻烦 所以后来我就改了另外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如果你要贿赂的话 我教各位 第一个一样是开心理的工作表 第二个呢请各位录制聚集 录制聚集之后会产生我们需要的程式码 请你注意一下 你可以把那个web table把它改一下 因为它显示出来的话是上一个 你就把那个web table的数字加1 它就会抓下面的东西 所以破解的方法 我们再把刚刚的动作做一遍 第一个 录制聚集 这个聚集我不改名称 要聚集 或者是你叫下载网页也可以 或者是要下载股市也可以 比如说我这边改个名称好了 按个确定 给它一个名称 那再来一样嘛 我就先资料里面的从web 然后把刚刚的网址贴上 倒一下 然后是 这做法都一样 再来就是选取 它会问你说你要哪一个 这一个 然后按贿赂 贿赂到哪里 A1 OK 好 它就错了 没关系 你这个时候的话 请你把录制的结果停下来 再到聚集里面 看一下你刚刚录制下载股市 编辑一下 请各位看一下 其实最重要的 我先把这个注解 这一串先删掉 它会 把字放大一下 不然这个看起来有点辛苦 把9号字改设好了 稍微大一点点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会用一个叫 Active Sheets的物件 实际上就是哪一个Sheets 那用前面加一个Active 指的就是 你现在的那个工作表 那我现在那个工作表 实际上指的就是 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就是sheets什么呢 去此工作表11 或者是sheets3 那它里面有个方法叫 Queried Table Queried Table 意思就是我要查询外部的资料 外部资料里面的话呢 会有Add的方法 你必须给它几个参数哦 第一个是Connection Connection呢 意思就是说 那你要连到哪边去啊 OK 基本上 如果给它一个网址 它就会去网路上捞资料 如果你给它一个 比如说资料库 它就会把资料库资料捞回来 所以后面你会发现 帽号等于什么 后面这个UIL 特别注意啊 这边是UIL的开头 HTTP这一串 这个我们刚刚贴上的嘛 对哦 所以将来如果你变更这一串的话 那它就会换另外一个网址 不过重点 其实重点应该在哪里 我们往下看 请各位看一下Web Table 这边是不是有个Web Table 请关键看一下 它后面的话呢 会有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的话是10 那10的话是抓到它上面嘛 所以如果你要抓到它下面的话呢 基本上你把这个数字怎么样 再加1就可以了 所以你破解的方法关键了 录完之后呢 特别需要 请你把它改成11 好 刚刚是10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就OK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呢 如果你要测试的话 请你再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呢 就把它怎么样呢 把这个你刚刚录下来 我基本上没有改任何东西 我只有改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其他都没改了 那至于你想要知道说 这些参数到底什么用途 其实你可以查询 按F1 它里面有相关的说明 比较重要的是这个地方 哪一个Web Table 至于其他的话 刚刚顾名思义 上面都是可理解的 只是说 这个有时候 你都问我没事 你必须要改好了 没关系 反正是先留下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如果要看 是否破解成功的话 请你先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什么事都不要做 把原来的10改成11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呢 这个时候呢 Command Type 基本上 看 要停一下 Command Type 这个录制 我先把这一行注解掉 OK 注解掉 本来是不执行它 OK 这个录制的时候 它自动产生 Command Type 这个等一下再看 那Name的话 把它执行一下 基本上就是 如果等一下 你如果遇到这个问题 因为你就把它 先注解掉 OK 可以来执行一下 好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隐私权 这个地方 理论上 原来是10 对不对 那理论上应该 应该是抓 它是抓 上面的东西 所以理论上应该 应该要抓的是 它的下面 一个的话 应该是加1 不过 这边的话 我想说 它可能用一些程式去干扰 或者怎么样 反正你就是 要不就 我记得好像改成9 或者改成8 好像也可以 我记得好像改成8 它好像也可以抓到 我 我 就是你把这个 WAVETABLE的位置 稍微变动一下 改一下 也可以 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 这个WAVETABLE 指的就是第几个 当然 理论上是不会抓不到东西 但是为什么会抓不到 有的时候是 那个工程师 他为了避免 让人家 有心的人去 就是他 你就是要他的东西 但是他就是 就保护嘛 那他就会 在程式里面 JavaScript加一些东西 干扰你 所以怎么办呢 那可想而知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所以我刚刚只是 把原来的10 改成8 改成9或8 好像就可以 就没有问题了 那这个我觉得 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破解方法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利用这个方法 基本上网路上面的资料 就可以很快下载下来 当然不只是股市资料 你包含像什么外汇资料 或者期货 或者等等的 反正金融相关的资料 你都可以很快的把它抓下来 但是目前 只有抓一个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可以批示的抓 那批示的抓什么意思 就是说水泥 这后面是一个网址 对不对 那我就怎么样 做一点先 当然前置做一点 还是要做一点土法炼钢 就是说我先把水泥 它的网址 把它复制贴到这边来 食品贴到这边来 然后一区的一推 底下有这么多个 我就通通把它贴上来 OK 那为了说 因为要跑很多次 所以我中间 是一个一个 把它先空下 因为怕跑太久 所以我中间先 大概就跑个 九个就可以了 那我们只要可以练习什么 批次的 所以等一下 抓一个OK之后 那如何把它改成批次 我先demo给各位看一下 也许就是说批次新增工作表 这个批次新增工作表 跟前面讲的一样 里面没有东西 应该还记得吧 OK 批次新增是里面是空的 那批次删除 就把它删掉 这个应该有印象 所以未来如果你要处理大量资料 批次新增工作表 跟批次删除工作表 这个都是基本的 OK 如果忘记可以回头看 再来怎么样 批次新增并且下载 所以呢 我们刚刚有录那个下载的这个程式 对不对 基本上你就要把它放在回圈里面 然后呢 你可能需要做的是就是说 我变更它那个URL后面那个网址 有没有这个网址 你可以动态的丢给它 抓一个之后换下一个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一直到最后一个 OK 所以我demo一下给各位看 这个地方按下去 批次新增 这个时候当然它会一直往下 有没有一直截取 所以如果你的清单 假如你每天都要去抓那些网页的话 其实建议你就先做个清单嘛 然后呢 按个按钮 等它一下 不过这个当然时间会比较久 主要是网路的连线情况 因为它是怎么样 连过去用什么 用IE浏览器 然后呢 再把里面的资料 找到那个web table的位置 一个一个的怎么样呢 帮我把它怎么样 放进来 所以你会发现水泥 进来 食品 塑胶 纺织 电机 全部都下来了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后来像之前有同学就是 除了用股市之外 它马上 因为它每天都要去抓外汇资料 所以它也马上 灵机一动 它 不过它是去抓那个聚分网的资料 聚分网里面也有那个股市 美元 对日元 对欧元等等的 然后再做个按钮 按下去 它每天的资料全部都下来了 方法都一样 那当然这个地方会等得比较久 所以后来我们又做了什么呢 做了状态列 这个好像前面也讲到 就是让它 一个一个让 这个使用者知道说目前的进度 类似像这样子 OK 这感觉会跑得比较质感一点点 OK 好 那一样把资料抓下来 当然抓下来之后 我这边是没有做什么格式啦 如果你要做一些格式 你也可以自己 比如说在这个范围里面 再跑个回圈 如果里面的 你要做什么 比如说 涨是 比如说 红色啦 或者是你绿色跌的话 你可以自己再加一个点 或者说你 不见得一定要照它的涨跌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逻辑 去把它 去做一个排版 OK 那请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 我刚刚是利用那个雅虎股市 我们的那个 资料是在这边 记得是从我们的云端白板里面 然后 我是用到的是第六个 第六个 问题里面的这个 下载网络资料 那我这边有放了一个 股市当日行情表的范例 范例档里面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那下载下来之后的话 基本上它涨的应该就类似像这样 只是说第一列上面没有 那个类骨 跟网址 所以你可能自己再插入一个 栏位名称吧 然后再试着像我刚刚一样 先插入一个新的工作表 了解一下资料里面的 从web功能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所以第一阶段的话呢 就是如何从网路上下载网页 单一个 我们还不是批示的 我们是单一个网页 那用的功能是什么呢 就是资料 从web 你用录制具体的方式 录制具体的方式 我们试试看哦 那么再试试看